蒋大妈在儿子家帮忙带一对双胞胎孙子两年多 一直尽心尽力 而且还时常自己往里添钱 辛苦付出那么久 本以为至少能换回一句辛苦了 可没想到 因为一碗面 而媳妇竟直接让她滚 蒋大妈心寒的同时 也觉得终于解脱了 当即就撂挑子走人 真是求之不得啊 蒋树仁 蒋大妈 我和老伴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 若不是有个在城里定居的儿子 我们俩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离开 那个我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 我们俩都是没啥大本事的人 除了在农村种种庄稼 养养牛 也没别的能耐 但我们就是靠着承包了百十来亩地 和养几十头牛 不只是供我儿子上了大学 还给他在城里买了房 我儿子大学毕业后 在城里找了工作 还自己处了一个对象 女方家是城里的 虽然对我们农村不是很看得上 但是对我儿子倒还算是满意 毕竟他工作不错 还有现成的房子 女方本人和女方家里对我们的态度 我们倒也不是很在意 看不看得上的 又能咋的 咱还能指望着将来 人家能来咱农村生活吗 若不是有啥天塌地陷的大事故 这种情况应该是不会发生的 不指望人家来咱农村生活 更不能指望将来咱能跟着人家到城里生活去 这是我和老伴都心知肚明的事 儿子结了婚 他们能好好过好自己的日子 我们俩在农村好好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尽量互不干涉 互不打扰就挺好的 偶尔的彼此问候 时不时地有些惦记 这就可以了 养儿防老 我们可从未敢指望过 等我们俩剩下一个人 爬不动的时候 能送我们最后一程 就算是好样的了 当然 若是他们给我们最后的体面 我们辛辛苦苦攒下的这些家当 自然也就都是他们的了 然而 这些都只是我和我老伴的一厢情愿 现实生活里 并没有我们想得那么好 儿子结婚不到一年 而媳妇怀孕了 据说还是双胞胎 这是个好事 但对我来说 却也是命运的转折 我儿子给我们打电话 说他媳妇怀双胞胎 很辛苦 需要特殊照顾 他们想让我去城里帮忙 给他们洗洗衣服 做做饭 说白了 就是让我去给他们当老妈子 我不愿意 家里那么多活 我和老伴俩人干 到忙不过来的时候 还得雇人干呢 若是就剩下老头子一个人 他得累成傻样啊 而且 人家本就不咋待见我们这农村人 我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 凑上前去看人家脸色过日子 我不乐意 我自己又不是活不起 要靠他赏饭吃 我以家里的活实在太多了 走不开为由 拒绝了儿子 儿子没办法 把他丈母娘给请去了 我虽没去 但是却也不能啥表示都没有 我们给儿媳妇转过去一万块钱 让他需要啥就自己买点啥吧 儿媳妇收了钱之后 啥都没说 就是让我儿子转告我们 做好准备去带孩子 孕区是他妈妈照顾的 生了孩子还能总渴着一个人类吗 他生的是我儿子的种 带孩子就是我儿子的爹妈应尽的义务 爱 怪我自己没文化 竟不知道带孩子 是当爷爷奶奶应尽的义务 若是早知道这个说法 我当初也就不用自己一个人 带着孩子去地里干活了 直接把我公公婆婆薅过来 给我扛活多好 为了不和儿媳妇撕破脸 我最终只能认怂 儿媳妇预产期之前 我就提前到港报道 和亲家母也算是无缝衔接 亲家母看我的一双粗糙的老手 还不忘嘲讽我一阵子 跟我讲女人要学会保养之类的 不然早晚会被男人嫌弃的 就算是上了岁数 这种事也是难免的 我这农村人确实没办法根据 讲究又娇滴滴的亲家母比 可我家老头子也不是傻俊俏男人 我不在家 家里那些母牛都快要让她忙忙了 闲扯独自的事 她应该是没那功夫 可能是受她妈妈的影响吧 我儿媳妇也是对我这双手 嫌弃得够强 要么是怕我把她那衣服给拿坏了 要么是怕我回头带孩子的时候 把孩子的皮肤给划破了 要么就是觉得我直接用手洗菜 揉面做饭不卫生 净事 嫌弃我还用我干啥 我让儿子跟他说 把我开除了吧 这种没有工资 老板还净事儿地活 没法干 我儿子再三要求我 他让我忍忍他媳妇 他也去说说他媳妇 他说他也是没办法 自己工作忙 后面等他媳妇产家结束后 家里没个自己人 也实在是不放心 账目囊在他家住了好几个月 事儿特别多 他和他媳妇都有点受不了 他丈母娘的矫情了 受不了人家 还不想忍受我 其实事儿多的 不是我们这当妈的 而是他们两个年轻的 没本事自己过日子 还事儿事儿的 虽然不愿意 但我还是得忍耐 不为别的 还得顾及我儿子 毕竟他是我亲生的 我再怎么狠心 也做不到和他断舍离啊 只是我这一忍 一下子就忍了两年多 我都不知道 我的潜力如此之大 自从儿媳妇生下一对 双胞胎儿子之后 行情直接就水涨船高了 他在家熬得一嗓子 我和我儿子 真是大气而都不敢出 我虽然跟我自己说 不怕他 大不了撕破脸 让他把我开了 我就能解脱了 可事实上 我还是一直都老老实实地 认老认愿 不只是洗衣服做饭带孩子 继续当老妈子 还时常用我老头子 在家挣的钱来补贴他们 而媳妇总念到钱不够用 他们两口子 总是为了钱半嘴 我就只能拿钱砸 让他们都闭嘴 年轻人成家立户不容易 当爹妈的不到不得已 还是狠不下心来不管他们 虽然我这个儿媳妇 性格脾气不太好 但总体来说 对我也还算客气吧 就算是发脾气 也基本上都是朝着我儿子发 我没亲家母活得那么精致 也没有那么矫情 差不多能过得去就行了 等到孩子们大了 他们能自己照顾了 我也就该熬出头了 可我还没等到孩子长大的那一天 倒是先迎来了儿媳妇 跟我发飙的日子 事儿是真的让我寒了心 但却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那天我儿媳妇要在单位加班 我儿子在家 他说好久没吃我做的手擀面了 想让我做点手擀面 再炸点肉酱 这也不是啥大事儿 做就做呗 我儿子陪着俩孩子玩的功夫 我就把面做出来了 我把肉酱炸完 把俩孩子吃的东西做出来之后 就把面煮上了 而媳妇说 加班 回来肯定得晚一些 我们就没等他一起吃饭 我还留了一块面 等他回来 我再献给他做 献敢献下的面 吃着也更好吃 我们正吃着面呢 而媳妇突然回来了 他说加班取消了 就早点回来了 而媳妇看着桌上 我们吃得差不多的手擀面 又去厨房看了看 一下子就急了 他说我们什么意思 吃饭不等他也就罢了 怎么连他那份吃的也没有 我儿子说 你说你要加班 我们才没等你的 妈说给你留了一块面 等你下班了再现做 现感现下的面更好吃 我不觉得我这样的安排 有什么问题 就算是不合他的意 也不是啥十恶不赦的大罪吧 可儿媳妇不依不饶的 坚持认为是我们故意排挤他 只管自己吃饱喝足 不管他的死活 或许是他心情不好 借题发挥吧 他一直在那吵 我儿子劝也劝不好 我也赶紧扔下俩孩子自己玩 去厨房给他擀面煮面 可面煮好了 我给他端到桌子上 他一把就把面给推到一边上去 不知道是他却没掌握好 还是存心的 反正那碗面 直接就被他扒拉到地上去了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他这样的态度 真的是让我寒了心了 我虽是个农村老太太 没文化 长得也不好看 皮糙肉厚 可我好歹给他们 当了那么长时间的老妈子了 没功劳还有苦劳呢 他这样做 我的脸往哪放 就算是我再不计较 我也得多少要点脸吧 我当即就急眼了 我说你跟谁摔搭呢 咋谁呢 我就算不是你亲妈 也好歹是你男人的妈 是你孩子的奶奶 我这么第三下司地伺候你 你还摔摔打打的 谁给你的脸 我直接就对着儿媳妇骂了一顿 我又不是自己活不起了 只望着他们赏饭吃 才来着看他脸色的 我为啥要受他的这份气 他总看不上我 时不时地总要冒出两句 农村人没文化 没素质 我都不跟他计较 可他倒是城里人 他的素质呢 咋不拿出来给我看看呢 没家教的东西 连对老人最基本的尊重都不懂 或许是一直以来 儿媳妇从未见过我 发这样大的火吧 我那天直接对着他开骂 他也是很震惊 但他也并未 只是老老实实地听着我骂他 而是敞开了和我对着骂 他把他对我所有的不满和瞧不上 全都宣之于口 从内心到嘴巴 彻彻底底地都发泄出来了 他把桌子上的东西 全都摔到了地上 我儿子一边照顾着俩孩子 一边拽着他 但那家伙跟个蛮牛似的 我儿子拽都拽不住 只能硬是扛着他回了房间 可他被我儿子扛起来的时候 还恶狠狠地地 用手指着我的鼻子 让我滚出他的家 立刻马上就滚 很好 这话他都敢说 他敢说我就敢滚 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难得有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求之不得 我是立刻马上就回屋收拾东西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接拿着包就滚了 我儿子在屋里还在跟他媳妇 吵个没完没了的时候 我都已经滚上出租车 直奔乡下老家去了 从市里到乡下 开车的一个多小时的路 我就直接打了个出租车 虽然不便宜 可是我高兴 我老头子听说我被儿媳妇指着鼻子 让我立刻马上就滚的时候 他也让我赶紧滚回家吧 回自己家了 就在没人敢让我滚了 我还没到家 我儿子的电话就跟鸡吃米似的 没完没了地打过来 他担心我自己一个人跑丢了 问我在哪 他来接我 接个屁啊 我已经滚了 我解放了 我自由了 好不容易有机会光明正大的逃离 我还会被他接回去吗 我才不呢 不用贴钱看人脸色当老妈子 那日子想想就舒坦 我不知道我儿媳妇 有没有后悔把我赶走 反正我儿子是经常给我打电话 跟我套近乎 总是说些哄我乐呵的话 当然 每次通话 他都不忘跟我念叨念叨 两个孩子 没有我这个专人照顾 他们只能早早地把俩孩子 都送到了幼儿园 幼儿园的费用本就不便宜 两个孩子的开销更是大 听着儿子时不时地叹气 说不心疼是假话 可是就算再心疼 我也不想再回去了 孩子总是要长大的 自己的日子也总是要自己过的 我们当爹妈的 管得了一时 管不了一事 去年春节的时候 而媳妇和我儿子一起带着孩子们 回来过年 以前他们即便回来 也都是大年初一 才回来吃顿饭 这是他嫁给我儿子这么多年 第一次到乡下来 和我们一起过大年 我们俩谁都没有提之前的不愉快 都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只是我不再第三下四地跟他说话 我在我的家里 有我老头子给我撑腰 我也只高气昂一回 我说整啥就整啥 我说咋整就咋整 而媳妇也一改往常的态度 我干活的时候 他都是跟在旁边给我打下手 过年的团圆饭 基本上都是他和我一起做的 毕竟还是一家人 就这样吧 他不提我不提 大家面子上都还过得去就行了 他们临走的时候 我和老伴给两个孙子 一人一个一万块钱的大红包 借着给孩子的理由 也算是给他们小两口补贴一点吧 我们老两口去年收成不错 虽然在农村风吹日晒的 但是挣的也不比他们在城里挣的少 他们当小辈的若是懂事 我们当老人的也不是非得要和他们较劲 都说家和万事兴 谁都想有个和睦的家庭 过着和和美美的日子 但是啥事都是相互的 你拿我当回事 我才能带你过得去 你们说 是这么回事而不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订阅关注射订阅关注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关注射订阅关注射订阅关注员